欢迎收看凤凰说 电视剧中经常有些小童星 靠着超龄的演技 清秀可爱的面容 让观众影像深刻 有时候比起戏里的主演 都还要受到欢迎 这些童星有些人长大还是很美 有些人长大却不如预期 今天影片就要来介绍 十位小时候非常耀眼 相貌又漂亮的童星 他们长大后都长得如何呢 第十名 季姿涵 甄嬛传里的巫影公主 在剧情的推展中有不少重要的戏份 年纪又小到他 又萌又可爱 扮演者季姿涵也是一位知名的童星 演出巫影公主的时候只有三岁 不过季姿涵两岁就开始拍广告 在广告春展露头角后 三岁开始拍戏 他也演过非常多的电视剧 比较知名的还有虎妈猫霸的罗倩倩 幻城中的小丽洛 少女时期的他仍然是非常可爱 今年的他已经十四岁 虽然不是非常靓丽的类型 不过还是很清新秀气 第九名 陆子逸 小猫可爱的陆子逸四岁出道 擅长舞蹈曾经在不少比赛中胜出 六岁就登上春晚和成龙同台演出 陆子逸曾经在《以天屠龙记》中 演出《小羊不悔》 也和吴磊一起在《妈妈为我嫁》中演出 饰演女主红佩山的童年时期 长大一点的他在冯绍峰主演的《天涯赤子心》里饰演小君 陆子逸最受人夸赞的是他的演技 小小年纪就能掌握各种情绪的表演 少女时期的陆子逸并不如小时候那样可爱 十四岁的时候演出《花千谷》 扮演的是小谷的徒弟优弱 国字脸加上平板的五官 观众们一时都认不出来 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 现在的陆子逸又变漂亮了 后来的他变瘦很多 五官又显得鲜明起来 但是他后来选择出国留学 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 第八名 陶逸熙 自由学武的陶逸熙 四岁多开始学习民主舞 五岁时学习街舞和爵士舞 六岁就拿下少儿才艺大赛的冠军 还曾经到美国参加比赛获得街舞冠军 年纪小小就十分有名气 十岁的时候通过小矽谷节目的征选 演出了小戏古之白蛇传 饰演白素贞 年龄虽小演技却让人惊讶 他在小戏古之放开那三国 饰演貂蝉 并上演了一段貂蝉舞剑 架势和表情都十足有戏 当时也不过十一岁 他也是知否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中的小莫兰 今年十五岁的陶逸熙 仍然是非常亮眼 和小时候的长相 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 第七名 张子木 从小就生的眉清木兽的张子木 党岁时就被导演王家卫一眼相众 演出一代宗师 后来陆续演了多部电影 同学台 中国合伙人小时代等 他最知名的几部作品 有成岩西版的《神雕侠侣》 扮演小龙女的幼年之石 清云志的《童年必咬》等 今年他十三岁 虽然还是个少女 但是身高已经低近一百七十公分 外形看起来很成熟 即将在《再见十七岁》 超龄演出高中生 让许多网友直呼现在营养实在太好 张子木也是越长大越亮眼的一位 第六名 刘楚田 小演员刘楚田两岁时就获得了年度明星宝贝总冠军 开始演戏之前就已经颇有名气 演出不少知名大剧中女主的儿时模样 《芈月传》中的小芈月就是她 芈月小时候气性大 见自己父王时因为父王有十几个公主 自己不被记得就甩头走了 古灵精怪的调皮个性很得父王喜欢 她也是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兽中 小时候命运困苦的小明兰 演出这部戏时刘楚田只有九岁 呼吸却相当生动 被誉为很有天分的小童星 刘楚田今年已经12岁了 照片看来人和小时候长相差不多 还是很可爱 有一种空灵的气质 长大后的她也在去年的《小舍得》中演出下欢欢 第五名 钟亦凡 小名钟宝儿的钟亦凡 小时候是一个害羞内向的孩子 妈妈因为担心她可能会不善与人交际 因此送她去上了表演班 钟宝儿就走上了表演之路 12岁的时候 她参加了小戏服版的《红楼梦海选》 名本是的是林黛玉 最后导演认为 她的相貌和气质 更适合诠释大家闺秀薛宝钗 钟宝儿演出后一名惊人 眼神灵动 不管是喜悦还是哭泣 情绪的掌握都很精准 她还曾经注文过《红简花》 是一位天生残疾的女孩以剪指为伴 获得了温哥华华语电影节的最佳女主 称得上是后生可畏的成就 尚女时期的钟宝儿还是很梦幻 今年她已经16岁了 虽然相貌仍然不差 不过有些网友认为没有小时候那么水灵了 如今的钟宝儿仍然在演戏 今年还主演了古装剧天真派杨门女将 在剧中饰演金国英雄杨八妹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高歌一曲的红衣女孩林妙可 天使般的童鹰配上甜美可爱的面容 一时之间家喻户晓 虽然之后被爆出了假唱事件 不过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她并不知晓 之后也上了许多节目 是那几年炙手可热的一位童星 凭借着交换的面容 林妙可当年也演出了不少电视剧 林心如主演的《美人心计》 饰演童年度云戏的正是林妙可 在《众星云集》《李绍红版的《红楼梦》 林妙可也扮演了童年林黛玉 起点可说是非常高的 贾静雯的《太平公主密史》 林妙可也演了她的童年时期 早期参与的戏剧大多非常知名 长大后的林妙可外形却让人很意外 似乎少了一些小时候的水灵 身材也比较风雨一些 整体来说已经沦为普通人 不过没有亮眼外形 还可以走演技这条路 但是林妙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甄选中 在初试就被刷掉了 后来就读了南京艺术学院的林妙可 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也说自己 被老师说过太胖 以后要没有戏可以演了 林妙可目前只拍过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戏 偶尔参加一些活动并没有太大发展 第三名 宋卓娥 9岁演出宝莲灯前传中的诺诈 宋卓娥深邃的五官 情秀的面容惊艳了很多观众 年纪小小的她演起戏来也非常生动 能哭能笑还能打 丝毫不比成员演员差 部剧有许多童心扮演过诺诈 但宋卓娥的版本却是难以超越的美颜版 她在更小的时候其实就出道拍戏了 她的第一部戏是海阔天高 当时只有六七岁左右饰演的是女主的孩子 看得出五官非常精致 鼻梁也很高挺 是个美人胚子 宋卓娥少女时期演出我们的少年时代 清新脱俗的学生妹模样 再次让人感受到她的颜值之高 丝毫没有因为长大而减少 宋卓娥酷丝混血的容貌 过去就有小张博之的称号 当宋卓娥排在第三名是因为 她是少数小时候漂亮 长大还能更美人同心 今年23岁的宋卓娥 更担刚了多部戏的女一号 叶天子 蛇亥 九州飘鸟路 上古蜜约等 今年在乔家的儿女中演出乔四美 在演艺圈仍旧非常活跃 第二名 瘦瘦花 张子怡主演的《异记回忆录》 是当年夺下三项奥斯卡金像奖的经典作品 戏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就是异记小百合 童年时代的小千代 一双清澈动人的大眼充满灵气 小千代的演出自然生动 毫无降气 更是感动了许多观众 把她列为第二名 除了因为她梦幻的外形 也是因为演出当时只有12岁的瘦瘦花 一举获得了日本电影影评人大奖 最佳新人奖 表现是可圈可点 这位女孩其实是一位日本演员 叫做大后瘦瘦花 瘦瘦花当时被誉为最美的萝莉 暴女时期的瘦瘦花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拍了不少广告 看起来还是很亮眼 但是越长大有些网友越觉得有点长残了 少了些小时候的灵气 不过严格来说 瘦瘦花还是一位美女 她也是一位优秀的高材生 后来考入了清英大学环境情报学部 毕业后仍然继续演戏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在演员圈仍是小有知名度 第一名金鸣 如果要说上一个世代最红的童星是谁 那么绝对非金鸣莫属 八岁时在电视剧《婉君》中 年纪又小的她饰演小婉君 被卖到大户人家做童养席 相貌可爱又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观众对金鸣印象非常深刻 十二岁时演出了《青青河边草》 不甘与寿命束缚而逃走了小草 再一次让观众被她的演出感动 两部戏当时让她红遍了大街小巷 后来她又陆续演了《梅花烙梨》的《童年白银霜》 《倚天吐龙记》的《童年周芷若》 金鸣圆圆脸蛋督着小嘴的模样 非常有辨识度 特别是她演出的戏都十分的感动人心 把金鸣排在第一名 也是因为她是许多人记忆中最无可取代的一位 不过意外的是 金鸣后来并没有就读演绎相关科系 而是成了高材生 练了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 毕业后出了中国美矿文工团 主要担任主持人及独唱演员 也因此后来演艺作品见少 前几年金鸣回到观众视野拍了几部戏 但扮演的人物形象和小时候差异非常大 在天龙八部 金鸣竟然演了《天山同老》 有些不太的样子 和观众记忆中的金鸣已经联想不起来了 今年41岁的金鸣 短发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干练 其实相貌还是不差的 但相较于其他演穷妖剧爆红的明星 金鸣后期在演艺圈可为是无声无息 差异非常大 看完这十位童心 观众觉得哪一位是你心中的最美童心呢? 或是还有哪些没有提到的漂亮童心?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